頭痕 頭痕,為甚麼? 因為來到第六場,很重要 為甚麼這麼重要? 因為比賽選了這一場 我們上次選了一條大熱Q 今天呢? 今場選了一條南門 就打拼這一場 看有沒有打拼 趁拉叔不在 你想趁亂打劫? 看了一整天 我看隔壁的群組 贏在起跑線的群組 為甚麼今個月 那些分數都這麼低 這麼奇怪 其實從一號開始 是熱滿當道的 我們在等 我們要守住分數 要有正面的增長 你又要找一個機會突圍而出 嗯 那我就覺得今場有機會等到 哦,即是守得雲開 見月明 飽不飽得氣 靠這次鋪的 因為我們介紹了一條 很有賠率的 好,待會說一說 給大家參考一下 來到第六場 三班1650 看看早票 早票 早票只有一隻 就是一隻一號中華之光 但是呢 過關票就很多了 但都是以一號為主 一旦分數 另外就是 堅養Kill 就是一膽 拖幾隻 就三五六八九 這些 十一 過關之後呢 就看到有人 買了一條 偷跳的 沙丹T 就一五百 之後也是一號中華之光 那些票 好,廖王 好 那來到這場 就是這個 第六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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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努力在找 是啊 這些紙很暖 因為每一場都有不同的紙 第六場第一隻介紹的就是中華之光 這隻中華之光上漲熱身後 真情去到田草千四跑 那跟在前面 走回第二 今次走回來 谷草一里的時候 老潘就不放手 那就 這個一 跑了一次之後 李英這隻馬就會熱身了 就很好的 還有這隻馬就是有質 但是整天都好像不知為何難贏 那跟著 好了 這隻馬 神貨的時候 我看到他仍然是火力十足的 還有收身是非常之好的 那但是 一件事就是說 你說叫我投注個Win 我有少少戒心 你說如果叫我QT 我覺得沒問題的 拖起來 那第二隻介紹的就是八號的 情緒 那上次 一同情 季內的熱身 拉縮早段 就留在中後的二碟山位那裏 那一路走 中段的時候 再扣回到尾 那進到彎的時候 一進彎就開始追 那慢步速的情況之下 他仍然在 中段的時候扣到尾 當然是追不到 對嗎 那直路的走勢非常之厲害 追上來 整個第三 擺明老屈 這次 上回田太 十一檔 局住樓 段股都沒得玩了吧 大家都看著他怎麼跑的 尤其是江頭 那這隻八號馬的情緒 我覺得 十一倍二十八 WINP 不要說 WINQ頭 OK 接著到十號 明月光 上漲初出熱身 田草千怡 梁家俊 沿途 留在中後碟的位置 一路 按住 跟進直路 二百米 才能搶到 他進直路馬上騎 二百米才能搶到 遇到超班馬 走掉 沒辦法 因為身體還未夠 今次 整個一檔 這樣就好很多了 回來 谷草一里 是他的正宗路程 輕磅 梁家俊 這隻 我覺得 WINQT 都要投注 這場我介紹的馬 就是183隻 真是好 留一隻給我講 那這隻五號的快樂寶貝 今場馬 因為胸繩 應該是慢 放頭馬 應該是快樂寶貝 以及 雄運爵士 其實這兩隻馬 我都想了很久 但我真的看到雄運爵士 不可以 還要 長長放頭 輸得遠 我又想不到 有什麼理據 我可以貼這隻馬 除非就是告訴你 今場馬 這隻馬好了 放頭到 那就夠說 所以這句話 真的說不出口 所以我選了一隻 五號的快樂寶貝 雙尖放頭 不斷 雙尖放頭 斷尾 較為可惜 今場馬又綁減 同組時間最佳 雖然抽到九檔 但有得放的 因為內蘭那隻 看他怎樣跑 我覺得這匹馬 是有權放到尾 還有今天 毛顯東 都順順 看看他可以發揮 成怎樣 我要補一隻馬 就補這隻五號的 法樂寶貝 其他我沒有馬 因為我都是選了一隻一百 選了兩匹 講完之後 看到今場馬 都有個屁屁馬 對 對 對不起 神粗 跨拉拉拉的馬 今場有三匹 包括八號的情趣 2號 翡翠復星 和六號的關星公贏 是神科有進步的 以及這匹馬 是提出有前有後的 跑到進來 一點都不出奇 關星公贏 應該要好的馬 但神科真是健好的 但他上場可以爆到兩段上來 是不差的 是今場馬的形勢 我覺得他很被動 但今天你說是否很好追猶馬 特別好追他放頭 這隻馬又不夠快放 所以我覺得難搞一點 我不要他 但是這匹馬是神粗搭救的 一會兒你真的神粗回來贏 這一點都 又是不出奇的 另外我看到 暗盤那裡 三號的勤得兼備 稍微優勢在這裡 你怎樣看他 他這隻馬 爆大了 我的鋪都中了 這隻馬 中的時候我告訴你 這場馬 我覺得 他這隻馬是很厲害的馬 這次是馬A仔磅 我畫不死他 但你說叫我賭他Winplay 給我不到信心 OK 即是就 可能有機會 但未必可以 即是機會馬 但我賭 我不會減這些馬A仔磅 OK 接著有人問關聖共贏 剛才說錯了 另外Jerry問4號的大運起 怎樣看 鳥王就不行了 我講兩句 這隻馬上戰季內 因為表現就比較失望一點 時間差 後徑就不錯 後徑真的挺好的 形勢不差 但又是 形狀不好 又選不到上手 亦都不見一隻馬 說有特別大的進步 在裡面 在Facebook那裡 剛才那一場 可能有人聽 江頭叫馬 就說 有隻馬搶口 然後有個會員 就在Facebook問 什麼叫搶口 鳥王 解答 搶口的意思 就是說 那隻馬 應該是 慢慢循序漸進 在這個賽事 中段 即是途中 慢慢去 令到這隻馬 自己 增加速度 而去到 終點前的時候 應該是 以最佳的速度衝刺 嗯 但是 他早段 已經 搶口的意思 就是說 已經 心急 那個騎士 還未能夠正確地控制到 這隻馬 的薑誠 令到這隻馬 已經 搶走 他應該要走 那段力 對嗎 對 其實很多人都不明白 究竟馬 為什麼騎士 這條薑誠 會發揮到這隻馬 對嗎 其實馬 跑比賽的時候 就有個 筋 簡單說 其實當成一條棍 這個 這個 口 這個 我這個手 其實是這樣的 那 薑誠 就這樣 拉著 其實就是 等於你跑步 你都會在咬牙關去跑 其實他就是要咬著這個東西 他才可以用盡力來跑 如果那隻馬一早已經不停咬著 然後不停咬著 然後不停咬著 不停咬著 那你 如果頭斷 那隻馬已經想走 你都會走 因為馬 經常都說一件事 路遙 路遙 路遙是支馬力的 你隻馬太快用了力 你便沒有力 剛剛才 跟他們跑步一樣 鐵人 不是鐵人 他會跑到盡 然後後來會沒有力 不是 他一定是前面留了 爆了 最後 除非你說 他很肯定 你會知道 我一來就彈了三十米 你不可能會追到我 這是另一件事 這是另一個世界 但又 有多少馬可以做到這件事 那這個是不是真的要看騎士 他的控制能力 是的 你便要看他手薑 看他手薑在做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 那些馬 他在走 但騎士一 拉他 因為你不可以讓他這麼快 他不聽口 那你便死了 那隻馬 那隻馬不會死 比賽 他死了 比賽 比賽就已經下了 是的 應該說 機會低了 十隻沒有那隻 應該是說 他那個 不是用一個最佳的形式去跑 那場馬 用了力 用了力 這個解釋應該很清楚 然後Mori 剛才問大運興有沒有機 剛才提及了 不再藏覆了 那王先生 Say Hi Hi 還有一分鐘 還有一分鐘 那看到十號馬 突然在暗盤那裡 就衝了上來 明月光 我又想了很久 其實這隻是參試馬 但我忘記了比星 那現在看到大飛房那裡 就落一隻一和十 沒錯 中華之光和明月光 一會兒開拍我們就看著 這一隻的中華之光 跑成怎樣 之後就看我們現在一對 五百 還有十號的明月光 其實我們就看著 我們貼那四隻馬 看一會兒怎樣跑 如果你說留意騎士首映 那你就要看一下 無險凍 這一場就是騎哥那隻 五號的快樂寶貝 是啊很重要 現在十倍 十倍便 二十七分P士 好重要啊這隻真的 好 紅燈亮起了 大熱門繼續是一號的中華之光 那如果你們有問題想問的 你記得就在這個Facebook那裡留言給我們 對 譚先生就說 羅富泉谷草不行 看這場馬怎樣 還沒表演 還沒給你看 還沒表演 當你個個覺得他不行的時候就來了 羅富泉這場沒有馬 有啊 六號關星公贏 馬集了一半的 八十八歲的那個倒了 這麼重要 這隻好爺的 我都害怕這隻 全場萬我最害怕這隻 和一號的中華之光 剩下四隻馬未入閘 大熱門繼續是一號的中華之光 其他馬落緊飛的 一隻的勤德兼備 這些賠率 我們中過大冷門 這些賠率 不關我們事 倒不下 好了入好閘了 高人不要一 不要得好 安樂好多 他講明不要 現在的十檔 就是翡翠福星 滾澤 最後一隻三號 勤德兼備 兩秒 對 恭喜他 你兩秒你更厲害 對不對 我們中了一條開心點 對 百幾二百倍 沒有百幾二百倍 百幾倍 有隻馬逃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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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隻五檔的 紅運爵士 有時間了 真的逃脫了 那個人掉了 那紅運爵士是楊明倫 幸好這隻五號的快樂寶貝 還未入閘 楊明倫沒什麼事了 看看莎拉有沒有Live 訪問楊明倫 看看墮馬的時候 是怎樣的想法 他沒有墮 他跌下來 獸醫就走進去檢驗了 楊明倫 看他還沒邊邊有力 這個 蝸鞋藏起來 跌下來了 跌下去 蝸鞋也跌了 哪有力 狗還是沒辦法捉回來 疑将馬上屍過去 可是這隻馬在面上 回家 他看到一個洞 他想捲一個閘 馬上就看到 我都說 馬是永遠會回家 應該要開門讓他走進去 但那裡不是他的家,那裡跑馬爹不是沙田 不要緊,讓他先進去 你知道那條隧道一出去了就出去了 你會在街上看到一隻馬爹在跑 會不會像上次在元朗有隻牛在跑 是呀,一樣 江頭找我和阿基去踩單車 踩在哪裡 就是馬場 好呀 你都沒試過,當你三個傢伙 晚上有少少黑,有少少街燈 然後跟石橋在玩捉衣欣 好浪漫呀 多浪漫呀 石橋不斷在這裡喊 又說這裡圍他,那裡圍他 接著我們丟下單車慢慢在這裡步行 他又不知是我了 是呀 是嗎 你是不是踩在看台的閘門裡面 那裡是眾中之眾 我告訴你,不單在那裡閘門 我還要鑽到彭福公園下面的隧道 那裡應該容易一點 不是,外面走,然後躲在裡面 他進去找你的時候,你又走出外面 多有趣 這些我幾歲開始在那裡玩 那要找文傑 文傑不行,太重了,一定被人抓到 哈哈 拋個圈裡面綁著他回來 好了,那隻9號的 紅雲雀射射捉回來了 退出 不是,找人趙跑 趙跑好 落飛呀,最後 落飛呀 媽媽,不要落飛呀 我買了 跑完一個圈看到贏了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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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他退出還是照跑 我買了當然是退出好 不是呀,試了很多次 衝襲跑完一個圈回來照贏 熱身 什麼叫熱身 他就說我不夠熱身 我想做個run給我 我買了1,650 可能是1,800米 我買了1,800米 我買了1,800米 這裏不止 一個圈 這場是什麼 一里 一個圈回來 那我沒辦法 捉回來了 紅燈再度亮起 Gabbo剛才漏了出來的飛 喔,隻9號退出 確認退出 阿高仁認為這場是正在爆 正在爆 正在爆 看得到 最後的飛就落在3,4,7,10身上 孖寶就落3了 不是10退出 就是7 3,4,6,7 9退出 是,9退出 如果你聽家里佬說的號碼 就是10乘死 總會說錯旁邊那個 不知為什麼 這個是習慣 沒有了糾正 這麼多年都這樣 所以剛才那場 明明隻狗在前面 他就會說8號 不知為什麼 因為我看下面的號碼 好,馬就重新入閘了 大業門繼續去1號的中華之光 是光啊 不是被人說我們咬字不清 已經不正了 咬字不清 不清而已 那隻熊雲雀士就退出了 最後入閘仍然是5號的快樂寶貝 但是那隻翡翠福星 仍然是用回剛才這樣 看到那個閘仍就不肯進去 然後剛才就因為這個情況 所以就 熊雲雀士就脫掉了 好了,翡翠福星的賣集 咦,不對啊 他有個屁股扭一扭 扭出來 唉,只是搞這次這個入閘 搞了好多分鐘 用了5分鐘時間都沒搞 好了,入了翡翠福星 然後最後入了快樂寶貝 就解決了 全部馬準備好了 隨時預備起步 大業門繼續1號的中華之光 快樂寶貝 一出閘的時候 就相當順利的 前面貼藍放 就是明月光 外面有哪隻馬 可以掩上來 第一批相掩上來 就是1號的中華之光 判斷今場說放在前面走 說安全好過 放在後面又說追不出 被人屌 前面放斷了 沒人罵 好了,接著之後 就是明月光 外面就是關星公影 然後就看到大運起手的條欄 外面就有一隻傲行者 後一個馬群 就看到一隻開心旅程 翡翠福星 和勤得兼備 前面紅眼罩 放得相當之順 就是這一批的中華之光 預計一隻快樂寶貝 應該放頭跑 誰不知剛出閘的時候 小問題等到後面 我這條飛應該都凍我水了 然後看有沒有馬海上來想走 暫時未見到 第二位就是明月光 中間夾著關星公影 然後就是大運起 奧活行者 然後才看到翡翠福星 開心旅程 和勤得兼備 最後一對馬就是我們介紹那批 快樂、寶貝和情趣 第一段是27.82 第二點是23.9 前面放頭 繼續是中華之光 越放越順 但後面那隻關星公影 又說看著你來吃 可以想給幾步 跟前一點好一點的位置 但看到後面那批奧活行者 都在那邊開始打邊 騎落反應不太好 好了,轉到最後直路的時候 前面繼續放中華之光 中間那批官升公影 看到DY頭罩 不斷死撞爛上來 但外面有一匹馬 不斷死砌爛 打到上去 那批官升公影 中間有大運起 後面還有沒有馬 後面的馬第一隻走上來 八號 哎呦,八號太遲了 五號也是太遲了 第一名勝馬 其實是裏面贏還是外面贏 裏面是4號大運起 第二名是6號關星公贏 第三名是10號明月光 我都說為什麼出閘這樣 無端端 他在後面追上很多 在外面 這場是快胖性的 但問題是他出閘那一刻 我看到有意外 他最後入閘那一出閘 他現在已經在搖 幸好 報紙 這隻 這隻29元 29元 19元 好 行者就差了 沒有11元 我們這條差 然後 武快樂寶貝木這條差 然後 情趣答明月光差 哎 幸好 不是那麼慘 我們一個P 旁邊一個P 這裏還有一個P 我真是笨賊 怎麼笨呢 我自己買 沒有可能的 我明明就是高人跟我說這場 炒 我炒一隻最懶的7號去買 我又見到刺懶那隻4號 沒有買 然後就搞笑 但我們知道我們的聽眾 因為我們終於沿著 我沒有可能去做這件事 這麼嚴肅 唉 真可憐 Jerry 你應該這場比賽選這隻 你現在才來問 你還在選 你選情趣 你選這一場 你選這一場 那就可以碰到 當然 糟糕 上一場主要還在買 唉 差跌跌 現在不然會有型 但我見到幾個人問 大運起 真的有大運起 有些了解 好 休息吧